大家好,又到了来大家分享科学知识的时间了。 说起恐龙,大家都不陌生,大家都知道,恐龙曾经就是地球上的霸主。 但是在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突然消失了,很多人就开始研究恐龙,希望可以解答恐龙的消失之谜。 现在人们对恐龙也进行了非常深的研究,恐龙也开始逐渐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比如最近很火热的侏罗纪事件二,就将人们又带回了侏罗纪,使人感觉身临其境,重新与恐龙站在一起。 中国在恐龙的研究成果一直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世界第一龙。 它本身是属于食草动物,但是却长得非常的重。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面题,因为恐龙曾经在地球上统治了长达1亿6千万年,所以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研究恐龙的化石进而去分析当时的地球环境情况等等。 2006年,在中国河南,科研小队在进行挖掘恐龙化石的工作,有一位热心的村民过来,向工作人员报告说,在村西经常会出现龙骨。 听到这个报告之后,当时的科研领队,就带着科研队前往地方查看,科研队的挖掘过程也非常的有趣。 在最开始挖掘的时候,是挖出来了一节化石,但是这节化石非常出过人的意料。 因科学家们鉴定,这是一种大型细脚类类恐龙大骨化石,长度竟然达到了1.17米之长。 科研队在发现大腿骨化石之后,相信在同样的地方,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恐龙骨化石,就一直坚持不懈。 但人挖掘科研,科研队大型的发掘次数,带规模的有四次之多,发掘现场达到了上千平米。 而且可以说是被翻了个底朝千。 终于在科研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又在相同的地区,发现了恐龙的骨骨,禁锢尾飞等其他身体部位的化石。 在发掘工作结束之后,科研队开始认真的对所发现的化石进行修复和还原。 最后一条巨型的恐龙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巨型乳羊龙。 这条还原后的恐龙化石,近千步就有6米之高,股价更是长到了38米。 科学家们说,这条恐龙的发现率还原,也打破了世界的记录。 这条恐龙现如今在世界上复原中价最粗壮、最重、最大的。 据科学家们介绍说,这种巨型乳羊龙,生活在巨今大约1.21年的时代。 它的体重在活着的时候就达到了130多,差不多就是20头成年大象的体重。 可以说它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龙。 但是令科学家们费解的是,巨型乳羊龙属于西角龙。 西角龙是一种食草性的恐龙。 一般来说食草性的恐龙很难长成这么大。 科学家们就对此开始产生疑问,并想寻找答案。 有些科学家们认为,这种食草性的恐龙,它们直接将食物吞练下去,并不经历咀嚼的过程。 这样就导致食物中的能量在体内开始堆积,最终导致如此庞大的体型。 有的科学家们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地球自然环境十分适合生物的生存,自然也就导致了质疑恐龙生长得如此巨大。 但是对于这一恐龙生长得如此巨大,科学家们也没能给出一个完整统一的答案与解释。 属于食草动物的世界第一龙,为什么会长那么重? 网友,长知识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一条世界第一龙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留言,也一起讨论。 每天会推荐大家喜欢的文章,记得关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